出逃中国的共谍王立强 揭露中共干预台湾选举等情治工作内幕 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然而澳洲媒体1月8号爆料 王立强受到威胁和利诱 要求他公开撤回其对中共的指控 否则可能被遣送回国并面对死亡 澳洲雪梨城区报世纪报刊登报导指出 王立强在去年一月淡夜受到来自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振元 及一名孙姓中国商人威胁利用 要求王立强改口 声称只要他录制一段影片 收回对中共的指控 并要说自己是受到台湾民进党的贿赂与指使 就可以让他在中国的亲人免受惩罚 也不必偿还债务 如果不肯合作将会被遣返中国 甚至遭到杀害 报导同事附上蔡振元对话的赖截图 并指出澳洲警方已经进入调查 蔡振元目前未公开回应 只准备在今天上午9点半公布录音带 下午9点半公布录音带 !